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多谢大家一直支持公益金买期日 在社会状况不稳定和疫情影响之下 连续两届的买期日都受到严峻挑战 虽然2019年街上买期活动被取消 我们感谢30间学校仍然继续支持今期筹款 为公益金筹得接近港币100万元 而去年11月14日举行的买期日 移工人数因为疫情和社交距离限制而减少 但全靠来自67间学校、公益金会员机构及志愿团体 超过3000名买期仍然积极参与街上买期 在各区向市民募捐 同时也有30世间学校参与今期筹款 为公益金筹得超过160万元的善款 多谢大家热心公益 令社会上更多有需要的人士得到帮助 买期日筹得的所有善款 是不会扣除任何开支全数用来资助 165间会员机构提供社会福利服务 我们衷心感谢以下的善长和机构 令其日可以顺利地举行 首先要多谢各位赞助人 赞助机构的慷慨支持 活动去开支 亦要多谢派出义工的收集期袋的各个协助机构 同时我们也要多谢提供分行收集期袋 和统计善款数字的各个银行机构 最后我们也要多谢提供运输、包装材料 以及宣传各个单位的平台 疫情持续超过一年 现在目前社会上仍然有很多受影响的人士 都需要我们大家的协助、援助 我藉着这个机会想呼吁大家 继续支持我们今年11月20日 星期六举行的公益金卖期日 我们为社会出一分力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